我寄給各位的信件,如果你沒有收到的話,你再跟我說 點進去的話,我們上次上課連結在這裡 其他有相關的一些總整理,我之前上課總整理,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點進去看 這個是上個禮拜我們的上課內容 我會做成一個清單,也就是如果 你可以全部播放,或者你可以選擇什麼,你覺得比較不所謂,再去看過 基本上我們總共,我是把它切成 總共會有十幾段,這下面都有,之前就上到什麼 上到那個最後是由工作表變更那個 萬連例的方法,所以我們最後是講到萬連例的部分 有些部分如果你可能忘記的話 回頭再看過,應該都可以喚醒各位的記憶 那我講過了,你們的資料其實就是從什麼,你們的問卷裡面 那我會把email,你們的email信項都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給我,像之前有同學是寫email,是gmail.com,後面加點tw 那當然是退信 所以後來我把點tw刪掉,再記一次好像就沒退信了 我會幫各位改,當然你填的時候如果填錯我也沒辦法驗證 所以注意一下就是 另外就是如果你沒填的話 你可以再問卷,那個我們講義裡面有一個問卷,你就再填一次 裡面將來因為我記的時候是從頭到尾 我把它選起來貼到那個密件副本再寄出就好了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這個範圍選舉貼上去 寄出就好了 所以相當的方便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回去你們信箱裡面就有 全部的 這個影片 回頭你就看一下 另外的話我們上課的那個雲端硬碟裡面 之前的那個畫面都在這裡 你可以找到那個 日期與時間,今天是數學函數 所以如果各位要先看過review 沒關係,剛剛講的這幾個 如果你忘記,沒關係,點進去這邊有公式 這邊有公式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制定函數有沒有 其實下一頁就有了 其實就在這裡,你建一個什麼月考的一個sub sub是叫做程序,程序裡面sub有沒有 然後你公式就在這裡,我剛剛講的 其實 要做出這個,其實觀念正確就好 4,有沒有 i,i是範圍的 你就找一下 13列到27列 對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我們輸出到哪裡?輸出到sales 這個儲存格的 前面是列,後面是藍 所以i i藍裡面 公司是什麼 公司你就去抓什麼 d藍 有沒有 d藍乘以0.3 e藍乘以0.3 f藍乘以0.4 輸出不就是我們剛剛的解決 所以 這個部分的答案 就是這個 如果你要做這個vba 就是直接按下去 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 基本上 觀念正確之後 他的觀念基本上就跟vba很 跟那個函數很像 只是說你寫的位置要在上面 那我講過 特別是如果你忘記怎麼把它叫出來的話 其他命令裡面 自訂工作區 這邊打勾 按確定 開發留言才出來 那在Visual Basic裡面 特別注意 你可以把它扶在上面 我建議是 扶在上面之後 再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呢 縮小之後的話 你可以去 看到裡面的細節 就是第幾列到底 你用填 填空的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用偵測的話 你不要這邊直接寫 27列 27列的話 那你可以 直接用什麼呢 用偵測的 比如說從座號去偵測 偵測最後面的位置的話 這個應該前面有講過 這個很非常 使用 這個 非常容易用到的 就是說第一個 你優標放在A13的儲存格 Ctrl向下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點end Xdown 去取得它的列 在哪一列 那寫法上面呢 當然你可以自動產生 基本上 這些可以自動產生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打個1 它會跳出來 按個空白鍵 在前刮壺 前刮壺之後 它會提示 所以有的時候 不是自己key上去 自己key的話 很容易key錯 因為之前同學還有key錯 key什麼 X 後面那個什麼 那是L 不是E 之前的同學打E 就會奇怪 乍看這些好像沒錯 奇怪一直run 就run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呢 是XL isale Done 所以 你可以不要自己打 然後 刮壺就跳出來了 有沒有 它就有上下左右 那這個 這個用法 and 類似 control向 上下左右方向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找到 最下面的 後面是後刮壺 再點一下 找到它的列 在哪一列的話 你就直接 給個roll 按空白鍵就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向右 哪一欄的話 那就點column就好了 他就會取得 你最右邊的那個 是哪一欄 那利用那個方式的話 整個回圈 你可以兩個回圈 內外回圈 全部就可以幫你解決所有的問題 OK 後面的話 再加一個公式 公式部分的話 就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就是 你主要就是 透過輸出到哪一欄 輸出到I欄 所以其實這個套公式 I欄可以可以看 I欄 直接在I欄的地方 那公式部分的話就是 D欄 E欄 F欄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D欄 E欄 F欄 那其實你做完一個你可以把這個複製貼過去 然後把這邊改成 I改成 D 改成 E 改成F 後面乘 有沒有 乘你多少 那這個地方不需要鎖定 因為它不是像那個 我們Excel裡面公司會向下填碼會自動真號 所以沒有鎖定的問題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月考的 VBA部分 OK 那所以呢 將來 在上面再做個按鈕 按下去 就完成 那這個制定函數怎麼做出來呢 這個制定函數呢基本上 第一個各位要思考一下 有沒有還有印象 插入 有沒有 程序裡面有方向 那比如說叫月考函數好了 名稱這個可以制定的 那 將來插入的時候呢 你要能夠怎麼樣呢 在全部裡面找到月考函數 後面要加月考1月考2月考3 所以記得在 插入那個函數之後 小瓜糊後面要放月考1 豆點月考2月考 這個名稱是自己打上去的 也就是你要確定之後呢 這上面顯示出來名稱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如果不是打月考1月考 它顯示出來也不一樣 然後面 因為你 傳給他 這個有點像 打棒球一樣 傳球我傳給你 那你要接下來你要再傳回來給我 那傳回來給我的就不 不是 不一樣 你傳回來的 結果就是一個結果了 所以呢 我們的程式撰寫 第一個 這個回頭看一下 基本上這前面都講過了 第一個呢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點點好了 像這次看起來 你可以在選項裡面有沒有 在撰寫風格裡面 我建議大概 到12好了 按確定 大概就 那 在插入程序裡面嘛 方選 打上什麼月考人數 按確定對不對 後面自己加上這三個 這三個是你要傳給他的 三個成績 那後面呢 因為 特別注意喔 方選是 要有回傳 那回傳給誰呢 基本上是回傳給自己 回傳給自己之後的話呢 他再回傳給 你儲存格 你有不要放在那個儲存格上面的位置 所以後面的公式就是 他的成績 月考1乘上0.3 月考2乘上0.3 月考3乘上0.4 最後把成的結果呢 放在這邊 再把 Return回來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這部分的話 其實 觀念上跟前面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只是在做複習而已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在全部裡面就找月考 函數按確定 他可以跟你要三個成績 月考1 月考2 月考3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之後 這邊會有個 結果出來 有沒有你就把它往下填滿 結果也會出來了 所以呢 當然 什麼時機用哪一種方式 我想 由各位自己行決定 當然你如果說覺得 這個方法 有的地方用按鈕比較快 你就用按鈕 有的地方用這個 自定函數比較快 當然你就用自定函數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這邊的 這個幾個練習 稍微再試試看 等於也就是做一個 重點複習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現在